《紅樓夢》第七回 送公花假年氣稀諷 寧國府保玉會秦中 話說周瑞嘉的送了劉魯魯去後 便上來會王夫人說 誰知王夫人不在上訪 問丫鬟們 方知往蝕兒媽那邊去閒話了 周瑞嘉的聽說 便出東角門 至東縣往離鄉縣來 剛至縣門前 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穿兒 和那一個才留了頭的小女孩兒 站在台階兒上環呢 看見周瑞嘉的盡來 便知有話來會 因往裡老嘴兒 周瑞嘉的輕輕牽連盡去 見王夫人正和蝕兒媽 長篇大吐的雪石家無人情話 周瑞嘉的不敢驚動 誰盡女姦來 只見是寶釵家常打扮 頭上紙幻著殯儀 坐著坑裡邊 伏在小坑機上 和丫鬟嬰兒 正在那裡苗花樣子呢 見他盡來寶釵便放下筆 滿面堆兆揚 周姐姐坐 周瑞嘉的 也忘陪笑問到 姑娘好 一面懸上坐鳥 因說 這有兩三天 有沒見姑娘到那邊狂狂去 只怕是你寶兄弟衝撞了你不省 寶釵笑道 那女的話 只因我那種病有發了兩天 所以 且靜養兩日 周瑞嘉的道 正是呢 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 也該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醫治 小小年紀 倒作個病根 也不是還的 寶釵聽說笑道 再別提起 這個病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 吃了多少藥 花了多少錢 總不見一點而效而 後來還虧了一個和尚 尊致無名的病症 因請他看了 他說 我這是從胎女帶來的一股熱毒 幸而我先天壯傑 還不相干 要是吃藥丸是不忠用的 他就說了各海上方 又吸了一包抹藥作引子 異鄉異氣的 他說飯了時吃藥丸就好了 倒也奇怪 這倒效嚴 周瑞嘉的恩問道 不知是什麽海上方儀 姑娘說了 我們也好記著 說給人知道 要遇見這樣的病 也是行好的事 寶釵笑道 不問這方儀還好 若問這方儀 真把人瑣碎壞了 東西若了一概都有限 最難得是可考而治 要春天開的白某單花蕊十二兩 夏天的白河花蕊十二兩 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 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樣花蕊 於次年春分 這一天曬乾 和在抹藥一處 一起延好 又要與水者日的天落水十二淺 周瑞嘉的笑道 哎呀 這摩雪來 這得三年的功夫 統一雨水者日不下雨 可又怎摩處呢 寶釵笑道 所以呢 那裡有這摩可考的雨 也只好再等罷了 環繞有白露者日的露水十二淺 降傷者日的露水十二淺 小雪者日的雪十二淺 把這四樣水調暈了 軟了龍眼大的丸子 盛在舊池潭內 埋在花根底下 若發了病時 拿出來吃一丸 用一錢二分黃帕煎湯送下 周瑞嘉的聽了笑道 阿彌陀佛真考死人了 等十年還未必碰得全呢 寶釵道 景好 自他雪了去後 一二年間可考都得了 好容易配成一料 如今從南大至北 燕埋在梨花樹底下 周瑞嘉的又道 這若有名字沒有呢 寶釵道 有 也是那和尚說的 叫冷香軟 周瑞嘉的聽了點頭兒 因有說 這病發了時 到底感覺怎樣 寶釵道 也不覺甚麽 只不過喘受聲 吃一丸也就罷了 周瑞嘉的還要說話時 忽聽黃夫人問道 誰在旅頭 周瑞嘉的望出來答應了 便回了劉魯魯滋事 略待半刻 見黃夫人無話 荒慾退出去 薛兒媽忽又笑道 你車站著 我有一件東西 你帶了去吧 說著便叫 香鴻 香鴻 蓮龍 蓮龍 嚮嘲 才和金川兒環的那個小丫頭盡來 問 太太 叫我做什麼 薛兒媽忽 把那雜子裡的花兒拿來 香鴻答應了 向那邊捧了個小錦俠兒來 薛兒媽忽 這是宮女頭作的新鮮花養兒 對沙花十二枝 作而我想起來 百放著可惜夠了 何不給他們姐妹們帶去 作而要送去 偏由亡了 你今兒來得巧 就帶了去吧 你家的三位姑娘 每位兩枝 夏勝六枝 宋林姑娘兩枝 那四枝給鳳姐而白 王夫人道 留著給寶丫頭大也罷了 又想著她們 薛兒媽道 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雀 她從來不愛姐姐花兒粉兒的 說著周瑞嘉的拿了雜子走出房門 見金川兒仍在那裡曬太陽兒 周瑞嘉的恩問道 那鄉嶺小丫頭 可視就是時常說的 臨上京時買的 為她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 金川兒道 可不就是她 正說著 只見鄉嶺小喜喜的走來 周瑞嘉的便拉了她的手 細細的看了一回 欣向金川兒笑道 這個無樣兒 竟有赛像雜門 東府裡的小容奶奶的品格兒 金川兒道 我也這麼說呢 周瑞嘉的又問鄉嶺 你幾歲投生到這裏 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 今年十幾了 本處是那裏的人 鄉嶺聽問搖頭說 不記得了 周瑞嘉的和金川兒聽了 都反為嘆色傷感了一回 一時 周瑞嘉的葵花召王夫人正後訪 原來近日假冒雪酸女門太多 一處濟著倒不便 只留保育代育二人在這裏解滿 卻將迎春探春色春三人 移到王夫人這裏 訪後三間抱下內居住 令理員陪伴照管 如今周瑞嘉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 只見幾個小丫頭都在抱下內脈座 聽著呼喚 迎春的丫鬟思奇和探春的丫鬟事書 二人正牽連子出來 手裡都捧著茶本茶中 周瑞嘉的便知他姐妹在一處助著 又進入房內 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 周瑞嘉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 二人望著了棋 都欠身道謝 明丫鬟門收了 周瑞嘉的答應了 恩說 四姑娘不在房裡 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 丫鬟門道 在那屋裡不是 周瑞嘉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 只見昔春正同水月陰的小姑子 給智能兒兩個一處還傻 見周瑞嘉的盡來 昔春便問他何時 周瑞嘉的將花盒打開 說明原故 昔春笑道 我這女正和智能兒說 我明兒也要剃了頭跟他作姑子去呢 可考又送了花來 要剃了頭 可把花兒帶在那裡呢 說著大家取笑了一回 昔春令丫鬟門收了 周瑞嘉的恩問智能兒 你是什麽時候來的 你師父 那禿話次那裡去了 智能兒道 我們一早就來了 我師父見過太太 就往於老爺苦裡去了 叫我在子裡等他呢 周瑞嘉的又道 十五的月麗香共銀子可得了沒有 智能兒道 不知道 昔春聽了便問周瑞嘉的 如今各廟月麗銀子是誰管著 周瑞嘉的道 是余信管著 昔春聽了笑道 這就是了 他師父一來了 余信嘉的就趕上來 他和師父孤知了半日 想必就是為這個事了 那周瑞嘉的又和智能兒 撈韜了一回 便往鳳姐一處來 穿過了甲道紙 從里原後窗下 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 進鳳姐遠中 走至唐屋 只見小丫頭風兒 坐在房門 南兒上 見周家瑞的來了 連望的擺手兒 叫他往東屋裡去 周瑞嘉的會議 望著獵手獵腳兒的 往東邊房裡來 只見賴子拍著大姐兒睡覺呢 周瑞嘉的肖肖問道 二奶奶睡宗教呢 也該清醒了 賴子笑著 撇著嘴搖頭兒 正問著 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儀 卻是假年的聲音 接著房門響處 平兒拿著大同盤出來叫風兒 擾水盡許 平兒便進姐邊來 見了周瑞嘉的便問 你老人家又來了什麼 周瑞嘉的忙起身 拿盒子給他看 道 送花兒來了 平兒聽了便打開盒子拿了四支 抽身去了 半黑功夫 手裡拿出兩支來 先叫採明來 吩咐他送到那邊婦女 給小容大奶奶帶的 此後方命周瑞嘉的回去道謝 周瑞嘉的才往假冒者邊來 過了村堂 頂頭忽見他的女孩兒 打扮著才從他婆家來 周瑞嘉忙到 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 他女孩兒說 媽一向身上好 我再家裡等了這半天 媽竟不回去 什麼事情這何忙得不回家 我等煩了 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 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 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 手裡拿的是什麼東西 周瑞嘉的笑道 哎 今兒偏偏來了個劉佬佬 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天 這會子被兒太太看見了 叫送幾支花兒給姑娘奶奶門去 這會子還沒有送完呢 你今兒來一定有什麼事情 他女孩兒笑道 你老人家賭會猜 一猜就猜著了 實對你老人家說 你女婿因前而多學了點走 和人紛爭起來 不知怎的 叫人放了一把邪火 說他來歷不明 告到衙門裡 要遞戒還鄉 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 討個情分 不知求哪個可以了事 周瑞嘉的聽了道 我就知道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且家去等我 我送了林姑娘的花兒就回去 這會兒 太太兒奶奶都不得閒兒咧 你回去等我 這有什麼忙 他女孩兒聽說便回去了 還說 媽好帶快來 周瑞嘉的道 是了吧 小人現在沒經過什麼事 就急得這個仰兒 說著便到代玉房中去了 誰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裡 卻在寶玉房中 大家解九連環作氣 周瑞嘉的盡來笑道 林姑娘 太太叫我送花兒來與姑娘帶 補玉聽說便說 什麼花兒 拿來我潮潮 一面便伸手接個匣子來看時 原來是兩枝公仔堆沙身後的假花 代玉子就保育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 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 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咧 周瑞嘉的道 各位都有了 這兩枝是姑娘的 代玉冷笑道 我就知道咩 別人不挑勝下的也不給我啊 周瑞嘉的聽了一聲而也不敢言語 補玉問道 周瑞姐姐 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 周瑞嘉的恩說 太太在那裡 我回話去了 而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 補玉道 補姐姐在家裡作什麼咧 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 周瑞嘉的道 身上不大好咧 補玉聽了便和丫頭門說 水虛潮潮 就說我和臨姑娘 打發來問兒娘姐姐安 問姐姐是什麼病 吃什麼藥 倫理 我該親自來的 就說才從學女回來 也著了舌娘 改日再親自來看 說著善說便答應去了 周瑞嘉的字去無話 原來周瑞嘉的女婿 便是雨村的好有冷子卿 近日欣賣古董和人打官司 故叫女人來討情 周瑞嘉的像著主子的世 把這些事情也不放在心上 晚上只求鳳姐便完了 至掌燈時鳳姐遇了莊 來見王夫人回說 今兒欣賣送來的東西 我已收了 紮門送他的 趁著他家有連下送先的船 交給他帶了去了 王夫人點點頭 鳳姐又道 林安百老太太生日的禮 已經打點了 太太派誰送去 王夫人道 你朝誰閒著 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 又來問我 鳳姐道 今日真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狂狂 明日有什麽事沒有 王夫人道 有事沒事都愛不著什麽 每常他來請 有我門 你自然不便 他既不請我門 單請你 可知他的誠心 叫你散蕩散蕩 別辜陪了他的心 賭該過去走走才是 鳳姐答應了 當下李元探親等姐妹們 也都定省不 各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疏洗了 先回王夫人不 方來持賈母 寶玉聽了也要狂去 鳳姐只得答應著 立等換了衣償 者而兩個坐了車 一時進入寧府 早有賈真知妻由氏 與賈蓉識婦秦氏 婆息兩個 帶著多少妾氏丫鬟 等接出疑門 那由氏一見了鳳姐 必先嘲笑一陣 一手攜了寶玉 同入上房裡座下 巡視獻了查 鳳姐便說 你們請我來作什麼 那什麼東西來孝敬我 有東西就牽上來吧 我還有事咧 由氏未及答應 幾個媳婦們先笑到 二奶奶 今日不來就罷 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 二奶奶 正說著 只見賈蓉盡來請安 保育恩問 大哥哥今兒不在家嗎 由氏道 今兒出城 請老爺的安去了 由道 可視你怪門的 坐在這裏作什麼 何不出你狂狂呢 巡視笑道 今日可考 上回 寶二叔要見我兄弟 今兒他在這裏書房坐著呢 為什麼不去嘲一嘲 寶玉即下坑要走 由氏便吩咐人 小心事後著 跟了去 鳳姐道 記者摩著 為什麼不請盡來 我也見見呢 難道 我是見不得他的 由氏笑道 爸爸 可以不必見 比不得澤門家的孩子 胡打海衰的慣了的 人家的孩子 都是絲絲民民慣了的 沒見過你這樣潑辣貨形象 都叫人家被你笑話死咧 鳳姐笑道 我不笑話他就罷了 警叫快領去 賈蓉道 他生得緬甸 沒見過大陣仗兒 嬸子見了沒得生氣 鳳姐出道 屁 且噪 他是拿渣 我也要見一見 別放你娘的屁了 再不帶來 給你一頓好嘴巴子 賈蓉 撩抽象眼兒笑道 我不敢扭著 就帶他來 一會兒 果然帶了一個年輕來 教寶玉 略瘦些 微青木瘦 粉臉豬唇 身材進俏 舉指風流 更似在寶玉之上 指示 協協修修 有些女兒姿態 緬甸含糊的向鳳姐請安問號 鳳姐 喜得先推了寶玉笑道 比下去了 便探身一把攜了者孩子的手 叫他身旁坐下 慢慢問他年紀 讀書等事 方知他學名叫秦宗 早有鳳姐跟丁丫環識虎門 看見鳳姐初見秦宗 並未避得表禮來 誰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 平兒掃之鳳姐和秦氏口密 誰自作主意 拿了一匹尺頭 兩個藏元及弟的小金果子 交付來人送過去 鳳姐還說 太簡博咻 秦氏等謝筆 一時吃過了飯 由是鳳姐秦氏等抹骨牌 不在話下 寶玉秦宗二人 隨便起座說話矣 那寶玉指一見秦宗 心中便如有所失 吃了半日 自己心中又起了個復賞 乃自私道 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 如今看了 我竟成了泥豬辣久了 可恨我為甚麽生在這 喉門功虎之家 要也生在寒如薄患的家裡 早得和他交接 也不枉生了一世 我雖給他尊貴 但靈感沙羅 也不過果了我者孤朱柳木 美酒陽高 也不過填了我者訓屈泥溝 富貴意志 真真把人屠毒了 秦宗自見寶玉形容出眾 舉字不凡 更兼金官秀復 厭辟孝童 果然不遠得人人力愛他 可恨我偏偏生於清寒之家 怎能和他交接 可知貧富意志限人 亦世上大不快事 二人一樣胡思亂想 寶玉又問他讀什麽書 秦宗見問便依實而答 二人理言我語 十來句話 月覺親密起來 一時擺上茶果吃茶 寶玉便說 我們兩個又不吃酒 把果子擺在呂間小坑上 我們那裡助許 省得 鬧得你們不安 於是二人盡呂間吃茶 秦室一面將來與鳳姐擺果酒 一面王盡來祝父寶玉到 寶玉宿 你侄兒年輕 唐話言語不防頭 你千萬看著我別理他 他須勉典 卻勝子阻強 不帶隨和義 寶玉笑道 你去吧 我知道了 秦室又祝福了他兄弟一回 方去陪鳳姐而去了 一時鳳姐由時又打法人來問寶玉 要吃什麽自管要去 寶玉只答應著 也無心在飲食上 只問秦宗近日家務等事 秦宗欣言 業師於去稅馳館 家父年紀老了 殘疾在身功無繁勇 因此尚未已及言師 目下不覺再加溫習舊課而移 再讀書一事 也必須有一意知己為本 時常大家討論才能有些盡益 寶玉不代說原便道 正是我們家卻有個家屬 合俗中有不能言師的便可入屬讀書 親戚子弟可以輔讀 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 現也荒廢著 家父之義 易玉站送我去 且溫習在舊書 待明年業師上來 再各自在家讀書 家祖母恩說 一則家學女子弟太多 恐怕大家逃棄反不好 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 睡暫且擔角著 如此說來 尊庸如今也為此事原心 今日回去可不品名 就在我們這趟熟中來 我也相伴彼此有益 豈不是好事 秦宗笑道 家父前日再家提起言師一事 也曾提起 這女的義學倒好 原要來和這女的老爺相以引戰 因這女又有事亡 不便為此點小事來遂誇 二叔果然良到質疑 或可磨脈的演 何不速速作成 彼此不至荒廢 既可以常相聚談 又可以為父母之心 又可以得朋友之樂 豈不是美事 寶玉道 放心 放心 咱們回來 告訴你姐夫姐姐和蓮兒嫂子 今日你就回去品名令尊 我回去品名你祖母 再無不速成之理 二人計議已定 那天氣已是掌燈時份 出來又看他們還了一回牌 算將時 卻又是秦氏 又是二人輸了棄酒的東道 言定後日食者東道 一面又吃了晚飯 欣天黑了 由是說 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 媳婦們傳出去半日 秦中告辭起來 由是問派誰去 媳婦們回說 外頭派了招大 誰知招大罪了又馬咧 由是秦氏都道 偏又派他作什麽 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 鳳姐道 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 仲得家女人這樣還了得嗎 由是道 你難道不知這招大的 連老爺都不理他的 你真大哥哥也不理他 因他從小兒跟著太野出個三四回兵 從死人堆裏把太野背了出來 才得了命 自己捱著餓 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 兩日抹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 他自己喝馬力 不過像著這些功勞情分 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 如今誰肯難為他 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 一美的好酒 喝醉了無人不罵 我常說給管事的 以後不用再派他差事 只當他是個死了的就完了 今兒又派了他 鳳姐道 我何曾不知這招大 到底是你們沒主意 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莊子上去就完了 說著一問 我門的車可齊備了 還識負門說 事後齊了 鳳姐日起身告辭 和保育攜手同行 遊士等送至大廳前 見燈火輝煌 眾小師們都在丹詞事立 那朝大又慈假真不在家 因趁著酒慶 先罵大總管賴義 說他 不公道 欺軟怕硬 有好差事派了別人 這樣黑間半夜送人就派我 沒良心的亡八高子核衝管家 你也不想想 招大太爺 翹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 二十年裡頭 招大太爺眼裡有水 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集總門 正罵得慶頭上 賈榮送鳳姐的車出來 眾人喝他不住 賈榮忍不住便罵了幾句 叫人 捆起來 等明日走醒了 再問他沉死不沉死 那朝大 那裡有賈榮在眼裡 反大叫起來 趕著賈榮叫 容歌兒 你別再招大跟前 使主子盛 別說你這樣而的 就是你爹 你爺爺 也不敢和招大挺腰子呢 不是招大一個人 你們作官兒 享榮華 受富貴 你祖宗狗死一生 爭下這家業 到如今 不報我的恩 反和我衝起主子來了 不和我說別的還可 再說別的 咱們白刀子進去 紅刀子出來 奉姐在車上和賈榮說 還不早歇打發了 沒王法的東西 留在家裡 豈不是海 親友知道 豈不笑話 咱們這樣人家 連個規矩都沒有 賈榮答應了是 眾人見他太殺野 指得上來了幾個 抽番捆倒 拖往馬圈裡去 招大億法連賈榮都說出來 亂揚亂叫 說要往字堂裡哭太野去 那女成望到如今 生下這隻速生來 每日偷雞氣狗 爬灰的爬灰 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 我甚麽不知道 在那裡 炸門 隔膊折了 往袖子裡藏 眾小師見他說出來的 說有天沒日的 苦得雲飛拍爽 把他捆起來 早用土和馬訓 滿滿的填了他一嘴 奉姐和賈榮 也搖搖的聽見 都裝作沒聽見 寶玉在車上聽見 一問奉姐道 姐姐 你聽他說 爬灰的爬灰 這是什麽話 奉姐連忙渴讀 小胡說 那是醉看嘴裡胡淨 你是什麽樣的人 不說沒聽見 還到世文 等我回料太太 看是隨理不隨理 嚇得保育連忙央告 奉姐控他道 好兄弟 這才是 等回去 就門回料老太太 打發人到家裡去說明了 請了巡蹤 學女念書去要緊 說著 致回榮府而來 要知端的請聽下回分解